欢迎收看股市张国社 我是刘光 今天的台股跟周天 大致上都差不多 都是开低走高 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最大的工程是谁 最大的工程是台积电 或许你会觉得很奇怪说 刘光老师台积电这两天的股价 并没有贡献 各位 它没有贡献没关系 它只要不贡献就可以了 了解吗 如果它不贡献 它就是下跌 它如果下跌 冒昧请问 其他的股票相关的电子股会涨吗 那当然是不太可能 我不敢说是一定 但是绝对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只要它不动 不要贡献 更不要不贡献 那这样子的话 就有很多有心人士 可以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出货 我这样讲或许你还是不了解 听不懂 雅光老师你说什么听不懂 我们看这里好了 其实听得懂听不懂 这个是我也是不太清楚 我也是不太清楚 不过我讲到哪里呢 各位能够懂就懂 好各位我们看这个地方 一样各位现在看到这个是季线 好 这个是季线 然后呢 目前拉斯达克就纠结在这个季线上面 但是比较惨的是谁 比较惨的是费半 因为它已经离开季线了 原本在这里好好的 然后再拉一天上来 再拉一天上来 看可不可以到季线这个地方 至少来讲 费山半导底 如果说它可以从 在季线之下 然后再拉抬到 到季线的那个阶段边运的话 势必对台积电 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 正面的影响 正面的助力 但是很可惜的是 昨天是一个败笔 昨天是一个败笔 一开盘它就往下了 一开盘就往下 而且留下了一个大黑K 这个黑K呢 将近有3.5%左右 将近有3.5%左右 所以昨天费成半导体来讲的话 在每股四大指数 它的跌幅目前来讲是最深的 目前来讲是最深的 那在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那当然我们就 身为投资人 我们手上有 相关台积电的个股的话 不管这电子股或其他的 都要做好准备 不管是停里或是其他方向都是一样 好我们回到台积电 各位我们看台积电 一样这个地方是台积电 这个是季线 好那相对的 我们的大盘已经是 在季线之下了 在季线之下 但是台积电还没有 这个地方915元 915元碰到季线的时候就往上拉 好 这个是今天 今天的K线 所以今天台积电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地方 今天最高呢 就是940 昨天是收盘价 然后最后说在934 好各位这是第一个 小跌6元 再看昨天 昨天也是跌的 各位 昨天940也是跌的 了解吗 因为前天是944 所以昨天 不要说看它这个是红K 各位 这个地方是跌的 所以重点来了 为什么它的 它的那个价格 价格是跌的 但它K线是红的 各位 这个就在于说 我刚刚说的 出货 那是出台积电 不是 是出它相关的 为什么出它相关的呢 各位我们看这里 这个地方 915元台积电的股价 在季线是有撑住 几乎没有跌破余 或者跌超过余 这条季线 但是 这根红K 这根红K是什么 这根红K是月线 我们看一下 是月线 各位 有没有看到 这根的红K 下面的这个实体线 是低于这个月线的 如果你是有心人士 看到这个情形 就算它那天留红K 因为我说 大家都要众望所归 所以它就是收盘 就是收到最高 1005 但是这个真的是实力吗 不是 不是 当天我就说它不是实力了 对不对 好 结果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隔天这两根K KK 重点在隔天这根KK 跟这两根KK 各位 这两根 是不是出货 对 那出了这两天的货之外 请问 它其他相关产业 有没有跟着出货 有 那这个时候 重点在哪里呢 如果货这样一直出下去 我的股价会卖得不够漂亮 那请问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的 股价卖得不够漂亮 我继续杀的话 有没有可能 不太可能 那我要在哪个地方 做一个直稳的动作 当然下一个阶段 当然就是际线啊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好 所以说 我们回到际线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继续直稳 那这个地方 我要不要拉抬 我要不要去做拉抬的动作 不需要 只要它 不要发生 不贡献就可以了 它不要下跌就可以了 今天有没有所谓的 提升今天的指数啦 带动多少指数啦 没有关系 只要你闷闷的就可以了 了解吗 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其他就会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几天 相关台积电的产业 都有做一个轮动 很好的表态 但是隔天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或许你不太了解 或是不太相信 乃光老师 你这一段的叙述 可能以前我们都没有听过 各位 你现在对手 你现在对手是一个人耶 不是电脑 不是机器耶 所以他们手上是有股票的耶 那他们手上的股票 当初买了那么多 然后现在有人这样子 很卖 超卖 那我都还没有开始 我都还没有准备的时候 或者是我正在规划的时候 我就被卖到了月线以下的两根大黑K 你觉得我会怎么做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这台积电的红K 而且呢 也撑住了这个季线 也撑住了这个季线 但是 毕竟 台积电 它的力道 还是发挥在台股 那如果说全球股市要跌 我相信台积电 它也承受不了 它也无法去扭转全坤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看坏台积电 我是把我看到的事实 我大胆的揣测 可能讲的不好 可能形容的不太好 但是我尽力尽量 让大家知道 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那后面呢 后面怎么做 后面怎么做 就要看你相信我多少了 好 就好比讲各位 以美股来讲的话 好 道琼我们先不看 道琼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看比较重要的 科技股跟费半 好 这个7月11号 都是它的 都是它的新高点 对不对 18671 纳斯达克7月11号 然后下一个 费成半导体 也是7月11号 最高5931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台积电 也是7月11号 最高的1080 包括我们的台股24416 也是7月11号 但是为什么 我会 我会跟我的会员说 不OK了 已经不OK了 我什么时候说的 各位 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7月12号 7月12号 我就发给我 所有会员的讯息 所有的会员 一个都不漏 美股CPI 不如预期 以至于 昨晚费半 以及 纳斯达克大跌 那 联动影响 今日台股 以台积电下跌 如我所说 现在美股 就要看 费半 跟纳斯达克 各位 好 那如果说 以这样来讲的话 费半 跟纳斯达克的话 他们这样的走势 请问 我会 带着 会员 进场吗 不会 了解吗 不会 这个地方跌幅多少 已经跌到 费成半导体 跌到半年线 当斯达克 跌到 那个 纪线 你觉得他们跌了多少 那我们的台股呢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有的个股也是跌到 也是跌到半年线的 也是跌到半年线的 还有好几根跌停板的 所以说 在这个跌停板来讲的话 就看你们相信我多少了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假设 假设 现在有反弹的机会 你愿不愿意抢反弹 这是一个重点 所谓抢反弹 就是说 很可能就是两个交易日 很可能就是两个交易日 比方讲今天买 明天买 那也有可能就是三个交易日 那会不会到第四 第五 第六 我们就不去讨论了 就去赚这个 第二跟第三 这样的一个交易日的钱 就可以了 那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来看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看费车半导体 好 如果今天费车半导体 各位今天看完我的节目 应该是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 看完我的节目之后 如果说你晚上还有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看一下 九点半的美股开盘 或者半夜起来 假设有上厕所顺便看一下 假设你看到费车半导体 是红黑 我不是预测 假设是红黑 你不妨呢 就加入我的light 然后打上强板弹加1 我这样讲过清楚了吧 你现在不一定要加入我的light 跟我说 你要强板弹加1 我们看今天晚上的美股的费半 好 最多各位 现在费车半导体 是属于7月11号 到现在昨天晚上的低点 最低哦 最低哦 那如果假设费车半导体 晚上有不错的表现 在这个地方收了红K 当然收多少 这个当然是不能讲 那个相关单位会限制 所以我也不愿意去违规 反正我们就看颜色就好了 就看颜色就好了 好 假设费车半导体 那你觉得 邮老师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抢板弹的机会 或许有 那你就 加入我的light 然后写上 抢板弹加1 那明天早上开盘以前 你就会知道了 好 各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看到 费车半导体 可以在这个地方 先做反弹的动作 到哪里呢 你有流来上来的时候 我会在light上面跟你讲 我在light上面跟你讲 节目上不方便讲 因为处处是危机 讲错话的话 这个会受罚 这个发钱的 好 那 那是达克呢 那是达克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 本来我们会看谁 今年以前 我们最大看的应该就是 特斯拉跟那个 跟那个 苹果比较多 那尤其是苹果 那不管如何 那今年就加上了挥达 好 今年就加上了挥达 所以现在来讲 现在来讲的话 昨天晚上的挥达跌了 跌了7% 跌了7% 但是呢 今天的挥达概念股呢 你也可以看到 很多都在做一个 拉高出货的动作 很多都在做一个 拉高的出货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那达克 我们现在就暂时 先不去做考量的动作 完全以刚刚我说的 说什么呢 说 背板 了解吗 就是以背板为主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来讲的话 今天的电脑 我不太会使用 有一点 有一点小小的 小小的那个 护胀行为 没关系 今天的大盘 它今天假设说 在台 在 那个 寄线之下 然后呢 今天是收 红K哦 今天是收红K 你不要看它 那个 明目上 今天是小跌 24点嘛 对不对 但是今天它是从底部 177点 一路拉上来的 各位我不用看电脑 我都知道今天 今天的 K线长什么样子 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它在被拉上来的时候 尤其是在 它突破了昨天收盘 今天在做一个震荡的动作 其实在那个地方 我也很想知道说 今天的台积电 会不会在那个地方 做一个收红 结果没有 就在937 938 938 这个地方 做一个震荡的动作 那我心里就在想 难道今天台积电 又不会收红了吗 我很期待 我很祈祷 台积电 昨天就收红 结果它没有 没有的话 我也很希望 今天它能够收红 那为什么呢 那当然跟 废办有关系 因为 在季线这个地方 越线已经没有机会了 因为它的K线 就直接 灌破越线 但是在 在季线这个地方 是有机会的 什么机会 反弹的机会 那如果是反弹机会呢 大家也闷了很久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会带着我会员呢 去做 进场的动作 如果今天晚上 废办 它是 红K 那明天我会 操作 什么样的产业 各位 我们进广告 回来再跟你说 我们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再立刻加入 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我记得7月16 7月17 在Lite上面 有一个投资朋友 问了我一档个股 一档个股是 3661 47 KY 那我在Lite上面 我就跟他做一个 互动的动作 我就跟他说 冒昧请问 你觉得我雷光老师 对于ASIC 或者是HPC 或者是 那个高速动晶片 了解多少 他说他不太清楚 我说没有关系 那你对于我刚刚说的 那几个 你了解多少 他说他都不知道 那我就会问他说 那你的资金一定很多了 他说没有多少 他说没有多少 因为你问的是 3661 47 KY 所以我就比较有兴趣 他的想法在哪里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做一个请教的动作 因为我想要知道他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可以在那个程度上去做一个加强的动作 让他更了解 不然的话我都讲一些他懂的 只有浪费他的时间而已 那后来经过互动之后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如果我说他会跌 你信不信 他说他不相信 我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刚买的 他说对 各位 我请他卖掉 明天就卖掉 7月17号 我跟他的互动 看这里 各位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3661 47 KY 7月17 从这个地方就一路下来 那或许呢 下来的时候 再下来 再下来 结果呢 这个地方跳上来了 好 你很难会说 两宽老师你不准 他又上来了 各位 如果说你不晓得 这根K线上来的意义在哪里 我就很难去解释 什么叫做股市操作了 真的 我就很难解释 那就干脆买一档股票 永远都不要去看他就好了 结果呢 各位 一样就下来 最低到哪里 最低到2445 2445 了解吗 所以说各位 ASIC 我在跟各位报告ASIC的时候 有几档股票 高价股一路往上走 我一直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甚至在整个 ASIC高价股被拉回来的时候 我在底部在节目上 送了各位两档股票 记得吗 所以说不要说什么 7月17号 各位 所有的ASIC 7月17号 3443 各位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长这个样子 有没有看到 那其他的呢 各位 联发科也是一样 联发科也是一样 所以说 程度的问题 我不晓得怎么去做一个叙述的动作 但是呢 当各位需要我的时候 我是会付出我所有的 已知 跟实力 跟你做一个说明动作的 那如果说他跌了好几天 然后又涨上来 然后你说 你说老师 我是不是卖得太早了 你 你叫我如何 做一个说明的动作 对不对 怎么可能 按照我的方式 你明天把它卖掉 然后等它跌跌跌跌跌跌 再去买不可以吗 对不对 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 7月7号的3443 从这地方一路跌跌跌跌 然后小小整理 然后整理到你也不想卖 不想卖 好了 来一个跳空的下跌 然后这个跳空 你就觉得你不甘心了 看可不可以等它反弹上来 等它反弹上来 我再来做一个卖掉 结果它没有反弹 跌停板 跌停板 乐见吗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操作了 所以今天各位 跟我互动 我就会跟各位讲 怎么去作业 怎么去作业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的 今天你把它做一个 出场的动作 至少你是坐在一个什么 坐在一个 假设你是停损范围区 至少你是在一个 停损范围区的一个出场 这个在股市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颜色 停力停损的一个机制 那如果说你一定要等到说 非等到解套 不会卖 然后希望 我跟你说 留下来 它会大涨 各位 如果它会大涨 我会告诉你 如果它不会 我就会叫你卖 那如果你是希望说 它 你没有解套 你就不卖 各位 你这样子来找我做持固诊断 也没有意义的 了解吗 我只会浪费你的时间而已 所以各位 假设三四四三 假设三四四三 这样子叠下来 这样子叠下来 我只讲一句话 你听懂就听 听不懂就算了 它跟台积电 有没有关系 听得懂吗 明天 强版弹加一 我们就看今天晚上 费城半导体 希望它是红K 如果还没有加入我的Lite 各位 请加入我的Lite AD888 WIS 或时间扫描 QR Code 我们明天见 投资风险